不是白白養他們,而是以資訊服務為營業範圍 所以營養目標是這個三項 我們希望漸漸除了就業機會要提高他們的生產力 跟整個社會的生產力 那營養要用來投資或者是協助企業 要協助社會創出更大的價值 那我們也有創新的目標就是要開發關懷科技 以資訊科技可以用來關懷別人 比如說有一個科技已經有初步的可行性 是語音科技 因為越來越多的政府的服務 企業的服務都要上網 但是很多老年人還有很多不方便使用網路的人 將來可能要用語音 那我們這個客服中心可以扮演協助 來讓這些人用到不同的科技 而可以得到他該有的服務 我們過去在潛能發展中心的時候 訓練了很多客服 有台灣大哥大好心的 來給我們五六個工作 作為學習跟短暫的工作 畢業以後很多也找到事情了 真正進入社會不同的領域擔任客服工作 另外網路工作室也訓練了很多人 那也有好多企業僱傭 未來這個公司是要僱傭 還不容易找到事的朋友 他們有文書出版客服中心跟網頁設計 這個三個部分 那像這個就是他們過去在訓練階段幫忙設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一定是有蠻不錯的品質 才會接受人家的委託 我們的政府採購裡面 內政部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 就是這群朋友設計出來的 陶竹苗就業服務中心 那我們公司成立以後 我就急著趕快先給他一些生意 我本來也有一個個人網站 在更新的時候就交給他們 我們家族為了紀念父母 父母過世以後 設立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每一個兄弟姐妹都有一個區域 所以經常把好的照片 有趣的故事放上去 創造了家庭非常多的聯繫 特別是國外的 會有很多的聯繫 也把父母親值得紀念的照片故事 一直往上面擺 那更進一步 這個就直接對企業去服務了 這個是這個公司同一棟大樓 有一家賣水果的 他們過去從來沒有網站 所以幫他們設網站 靠網路來賣掉多一點的水果 也設計了研討會報名系統 現在在我公司在一些協會 用他們的報名系統 簡化了很多的報名的程序 還有幫一家公司叫益生 編他們的內部刊物 包括了美工設計 排版等等 做的相當有一定的水準 也參加這個愛心聯誘會 協助那個藝曼 未來發展 既然有了新生命的感動 我們做的其實是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 在目前台北有一個辦公室 就是桃園有一個中心 那很快的新竹要設立一個點 再來會擴充到台中高雄 台北線還有新北市 每一個點都有一些工作人員 可以去承接業務 那承接完之後 由於網路的四通八達 就讓很多商友 在不同的地點甚至在家裡 可以參與工作 比如說前面看到那些網路的 網頁 它其實可以在不同的地點 有的人做美工 有的人做城市開發 有的人排版 我們會做蠻多印刷是各個企業都要的 比如說桌粒 送人的這種桌粒 印刷已經可以做到很不錯的水準 客服我們也承接 需要接聽 顧客電話或者是打出去的 做電話行銷的這種客服 將來也可以容納很多在家工作的人 那技術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就不仔細講 關懷科技我剛才講 如果這位積水損傷的朋友 他在一個地點 不管是在我們的辦公室還是他的家裡 可以透過一個語音的合作 來服務他的顧客 包括年級老了 小孩不容易在身邊 利用語音問候他也好 回答他的很多問題 當然更重要就是人跟人直接的 聯絡溝通 所以他們會重新又覺得社會上 很需要他們 因為他定期打電話到一個老人的家裡 有些時候是跟他聊天跟他 詢問有些時候播放 對他有用的訊息給他聽 這個是未來 善用科技的一個想法 由於要做那麼大的事情 所以才會想到 這個生命力要正擴充出去 所以去年努力邀請 二十幾位社會股東 參加茶會 這些茶會裡面 我們把這種故事又告訴所有的 與會的朋友 除了很少數例外 全部都加入成為我們的 股東 這些股東 漸漸有比較多位 也來體驗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光靠這樣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 後來他們就發現 這裡面有一種生命力 有一種人的堅持 有了這個堅持 很多事情都會成功 好當天呢也把這個社會股東的意義跟大家分享 好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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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